我们在网络上天天被动的接受一些关于台湾和大陆的剑拔弩张 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但通过大陆的各大平台、论坛、微博来看 很多年轻人慢慢的不再关心台湾了 一来是这种轰炸式的新闻实在太多了导致麻木 二来是年轻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实施政治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看台湾新闻不能当饭吃 但台湾的网友则看不懂 不是有很多人都煽风点火吗 不是很多关于台湾的帖子和文章流量都很大吗 确实是这样的 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里面读者都是什么人 留言的又是什么人 第一在主流媒体文章上留言、观看、能当饭吃的肯定有一部分 代表的是雇佣水军 第二被带节奏的有一部分 我们称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第三确实是自发的 出于自己对台海形势当前情况的判断而发表观点或者是观看 当然我认为这只是少部分 另外还有一些反串的也是极少数的 那么从年龄来看 年轻人确实不多 这一点我想只要经常逛大陆微博和论坛的 从网名和用户名就能判断出来 例如一个网名叫王大爷 视年轻人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一个人叫一昆青城 那么跟蔡徐坤相关的网名 视年轻人的概率上升 类似于这种的很多 大家都各自有办法来辨别 大陆年轻人不再关心台湾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博主认为是和台湾的娱乐明星不如以前有关系 以前大陆因为受到台湾娱乐明星的影响 一直关注他们的动态 那么顺带着 乘着娱乐的翅膀 年轻人也看看台湾到底如何 现在台湾火红火红的明星还有多少呢 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的经济增速不如以前那么有冲击力了 台湾以前经济腾飞 让人震惊 大陆一穷二白 很容易就会羡慕台湾 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些 而是年轻人要过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真的很缺钱 我们都做过年轻人 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和状态 社会的时事政治跟年轻人关系真的不是特别大 有的人可能为了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把所有自己能搞到钱的办法都用上 目的就是为了那所谓的虚荣 买个礼物啊 穿的好看一些呀 装成条件不错的样子啊 至于台湾和大陆之间铺天盖地的新闻 人家都直接划走了 目前过了学生阶段的年轻人注重的是钱 不要跟他们谈什么理想 谈什么虚的东西 更也不要跟他们谈什么台湾 台湾不关他们的事情 举个例子 一个人在工厂里打螺丝 每个月只能拿到3000左右的人民币 如果自己花还凑合 如果有女友 那么要消费吧 如果家里靠他赚钱 那么还要转回家里一些 面对如此高的房价 想凑出一个首付款 那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一个月再跟朋友聚集会 因为都没有家庭很正常 那么基本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对于月光族来说 天天为了赚钱而努力的人 你觉得他们还有心思 天天在台海问题的文章下面 发表自己的观点吗 写写字 他们都觉得浪费时间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当咱们年轻的时候 关注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当下台湾和大陆 关系弄得非常紧张 人们都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又知道 自己想说的不能说 不想说的又被人家给代表了 去大陆的评论区 看帖子写帖子 基本是没事找事 如果稍微有一些思考的人 都会觉得是浪费生命 文章不想看 评论区也更不想看 而现实的情况是 你不想看也不行 因为文章数量多 一直给你推送 一直占据你网络的主要空间 例如微博 微博在很多网友看来 以前感觉还不错 各种新闻都比较综合 而现在呢 关键时刻 掉链子不说 不是当机 就是评论筛选 还单独密集的推送 台湾的文章和帖子 让人非常郁闷 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 有关敏感的事情 不限于台湾 只要是开放评论区的 如果显示评论条数过万了 那么你实际能看到的 是寥寥无极 为什么呢 因为开了评论区 三选功能啊 当然还有更离谱的 那就是直接关掉评论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即使有关心台湾的 关心敏感事件的 也基本上都是被劝退了 而其他网友呢 似乎都心领神会了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 都是雇佣军 都是小粉红 稍微有一些年龄的网友 都知道很多评论区 说的是反话 说的是讽刺的话 直接跟上来一句 凑凑热闹而已啊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大家都知道了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还有大家熟悉的司马南 他们的评论区 多数都是赞扬的 但这种赞扬 很明显就是大家 心领神会的结果 几乎所有的评论区 都是猛夸猛赞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明白 不赞扬不对啊 说明你觉悟不高啊 二是不赞扬你又能怎么样呢 目前除了年轻人 凡是主动关心台湾的网友 我认为都是比较善良的 他们可能会因为书本上和教材上 以前描绘的台湾 和现在新闻中宣传的台湾 不一样 求证一下而已 但结果只有被动的接手信息 说台湾的好 至少在大陆 可能会被很多人误会 就像小周一样 以前做节目 其实就是介绍台湾的地理 但是直接被减少推荐 很多网友表示也不理解 另外这些人都变 另外很多网友都变了 变得心有灵犀 一点通了 小周一直希望 所有人正确地看待台湾 正确地认识台湾 我们可能无法说出自己内心的全部 但至少在行动上要客观 比如去过台湾的人 要讲出自己的所见所闻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只要不拼不倚 真实发生的就可以了 但是我和大多数不做自媒体的网友不一样 我侧重于推动台湾的美好 传递到各个角落 台湾不好的一面 我还有待加强 希望在客观和公正方面不断完善 台湾存在讨论的基础 也允许讨论 可能大陆的小伙伴说 我们也可以讨论啊 你是不是暗示大陆不能讨论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 大陆可以讨论 私下里还是不错的 公开的一定要爱国爱党促进和谐 我们都应该做一个为名人 希望所有人都能理解我后面的话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THC